皮肤病案例 脖子皮肤痒像鳄鱼皮 右脚酸痛 严重静脉曲张 过去十几年来看中西医 吃了药 抹了药膏 都没有办法改善皮肤痒和脚酸痛 最严重时皮肤痒到睡觉爬起来抓 另外脚会酸痛到不能久站 还有伤口不容易好要去穿静脉曲张袜 2012年10月12号开始学习原始点 知道静脉曲张不会造成脚酸痛 就不穿静脉曲张袜 还有自己因为在快餐夜工作 每天吃了两份餐饮 都是含粮物如炸鸡 汉堡 色拉 饮料喝的是柳橙汁 冰拿铁等等 加上日夜颠倒 没有运动而失去了健康 现在每天两斤姜熬两次 煮成四碗 口渴就喝 三餐吃的饭菜必加姜或辣椒 白天温敷头部和臀部原始点约六小时 晚上睡觉用电热毯温敷 运动几乎每天固定爬 捷运站楼梯 四层楼 15至18趟 一步都是跨三四台阶 一步四节 为了拉臀部的筋 这样经过两年的努力 脚酸痛减少了 脖子皮肤也快好了 2013年10月3日 2015年1月19日 前后473天 2014年4月19日 参加46楼登高大赛 成绩为9分33秒 2015年5月3日 参加101国际登高赛 成绩为21分16秒 2019年5月2日 参加格 噗噗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